第五人格调香师杀死姐姐另有引擎 其实万优之乡的香水是有毒的 看前点赞你去办 大家好我是容哥哥 第五人格调香师原本有个双胞胎姐姐威拉 调香师原本的名字叫克罗伊 只有姐姐支持克罗伊进行奇怪的香水实验 在姐姐帮助下克罗伊调制的香水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但人们都以为是姐姐威拉的功劳 克罗伊以为姐姐要窃取她的发明 于是她狠心将姐姐杀死 从此克罗伊用了威拉的名字 由于她们是双胞胎 没人会想到现在的威拉其实是内内克罗伊 这个故事非常的阴暗 但调香师杀死姐姐可能另有引擎 调香师调制的香水配方只有在黑市上才能找到 也就是说调香师的香水成分中加入了被禁忌的元素 这种元素见不得光 所以被分禁只能在黑市中找到配方 而该神秘元素来自庄园 所以调香师最后才会去庄园 其实用这种被分禁的元素调制的万优香水是有毒的 这种香水有自换的作用 多次使用会让人神志不清 甚至会出现短暂的失忆现象 可惜使用会在身体里累积毒素 调香师认为姐姐想窃取她的发明 做出了杀死姐姐的行为 其实可能是万优香水导致调香师性情大变 他在幻觉中看到姐姐抢夺她的发明 神志不清的调香师混乱中杀死了姐姐 姐姐鲜血的味道终于让她重新恢复了神志 可惜一切为时以往 调香师杀死姐姐其实并非本意 这是他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做出的行为 而调香师最终的结局 就算没有在庄园被狐复杀死 也可能最终死于自己调制的万优之乡 因为这种香水长期使用 能长期置换死人失忆 长期让人精神混乱 由于长期的毒素积累 调香师可能最终中毒而死 调香师把调制万优之乡当作是一生的追求 而这个追求也断送了她的一生 关注我了解第五人格更多的秘密